据报道 加拿大法院12号公布了一份2018年12月1号的备忘录 显示 美国联邦调查局告知加拿大安全情报局 有关当天晚些时候在温哥华国际机场逮捕孟晚舟的计划 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发言人对此表示 加拿大法院披露的有关文件再次表明 孟晚舟事件是一起彻头彻尾的严重政治事件 加拿大法院披露的有关文件再次表明 孟晚舟事件是一起彻头彻尾的严重政治事件 充分暴露了美国蓄意打压中国高技术企业和华为公司的政治图谋 加拿大扮演了美方帮凶的角色 中国政府维护本国公民和企业正当合法权益的决心 坚定背影 在记者会上 发言人再次遵促加方 认真对待中方的严正立场和关切 立即释放孟晚舟女士 并让她平安回到中国 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总台样式记者 北京报道